周錦雯這個稿子 他是寫給民進黨的讀者看 寫給綠色讀者看 所以他講說三重 好像美國大選的歐哈歐州 是講說如果國民黨贏的話 贏三重的話 大總統大選大概已經定了 一定是藍的贏了 國民黨就贏了 國民黨就贏了 所以這個完全可以 寫給綠色選民看 這感覺好像也是 寫給太陽們看的 寫給太陽們看的 這裡面我覺得 現在台灣的選舉 個人的因素滿大的 這一次說實在余天 說實在他有很多很多的 這個包覆存在 他的包覆包括他的兒子余祥犬 因為我聽了我這個女兒 他們年輕人在傳的就是說 有一個傳聞說 如果余天當選的話 余祥犬可能會去立法院做故事 所以他PO文自己澄清了 他絕對不會再回立法院 可是這是大家都對他這一點 可見他這個個人的因素很大 而且他個人在選舉上 出了這麼多的問題 周景文寫這篇文章 是在警告綠色的選民 而且警告 舉告一篇 要好好選這場選舉 如果說沒有選 輸的話 那為什麼不吹台南 你要吹三重 三重特別危險 如果輸的話 真的對於明年的總統大選 真的民進黨就非常不看好了 所以周景文這篇文章說實話 是在警告綠色的選民 這個時候車身還吹跳 所以這個情況也就反映了 事實上三重這次的選舉來講 在寒流 在民進黨長期執政這樣子 不被民眾接受 不接地氣的情況之下 三重這次的選舉 很可能是會翻盤的 雖然過去三任的立法院 通通是民進黨在執政 可是不要忘記 民進黨在高雄執政 他20多年來 那三重為什麼不會失敗 所以這一次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應該更要 把三重當作一個重點來經營 在全力上 讓藍天能夠在三重這個選區 再重新的再現 所以這篇文章我覺得裡面 包含了很多隱憾 也表示目前可能綠營 對三重這個選區的選情 是得到很多不樂觀的情報 我這邊補充 我覺得我剛好跟介大使的分析 剛好完全相反 原因很簡單 歐海歐不是關鍵州 歐海歐他之所以是關鍵州 是因為他是搖擺州 搖擺州就是因為他並不是 不是這麼樣子堅定綠色州 對 他不是一個固定區 不是一個安全區 不是一個共和黨或是民主黨 或是國民黨或是民主黨 他常常會翻來翻去的 他才是指標 三重不是 章魚哥 章魚哥就不是指標州 是 但是因為三重不是 他是傳統綠 你們是在說周景文的 國際知識有一點問題 邏輯有問題 對 周景文的邏輯有問題 國際知識有問題 對美國的搖擺州的認識有問題 然後最重要的為什麼他會 編出寫出這樣的一個 我們覺得一個 他的這麼資深的一個記者 一個媒體人 不應該犯這麼大的錯誤 為什麼會這樣寫 我覺得他是在給民進黨打氣 為什麼說給民進黨打氣 我的估計 這是當然不見得是事實 我的估計是 台南反而拿不下來 但是三重卻有機會 也就是說三重有機會 不見得會輸 因為三重到最後的投票率 我們估計大概只有三成不到 你說哪一黨拿下來 哪一黨會是進黨進的 我覺得民進黨維持在 三重執政的可能性 是比台南高很多的 因為三重的得票率 三重的投票率 大概只有三成 三成裡面 如果年紀都偏大一點的話 余天的知名度 跟余天的在地的 還有民進黨的力量 其實還是可以起一些作用 這樣的情形下 如果他們還是順利的 那麼維持了 勝選維持了三重的話 他們把他定義成為搖擺州 等於意思也就是說 2020年民進黨繼續會贏 所以民進黨不要失去信心 就是明星又回來了 四個月的改革明星又回來了 我個人認為他這一篇文章 是背離了理論 背離了邏輯 所以他得到的情資是三重很穩 很穩就代表明星已經回來了 所以2020又會贏了 是這樣嗎 他是希望三重不要輸 因為台南已經輸了 現在只剩下三重要保住 第一個 第二個 反正台南是新潮流的 管他去死 但是三重的是余天 再加上三重還有可能贏 所以三重一定要保住 其實周景雯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覺得他可能會反效果 可是他為什麼要講搖擺州 就是要講錯 你講的沒錯 錯誤 他那訊息錯誤 然後我還有那個訊息錯誤的 你講的沒錯 他硬拗 你講的沒有錯 他硬拗 反正選民有哪幾個搞清楚 他在講什麼 周景雯講的就是有道理 你幹嘛這樣 應該是天母的天玉裡 才是那個指標的地方 三重絕對不是 可是一般的人的看法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民進黨 就死中的民進黨 會很高度的焦慮 就是說最綠的台南跟三重 都輸掉了 你2020可以包起來 不用拚了 你就是已經輸到一塊塊 輸到一塊塊 所以他必須在這邊講說 台南那個不重要 那個沒有指標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台南沒有指標性 因為賴清德不重要 可是三重才有指標性 因為三重他們現在還有機會贏 所以我一方面我們一定要 大家要保住三重 三重只要我們贏 我們2020就會贏 這個世界多美麗 所以他是用這樣子 講給他的民進黨支持者聽 但是問題是說他是周景雯 周景雯講話全天下都會聽 都會分析 因為他這麼重要的一個指標的媒體人 國師 所以藍營也會看 那他這樣不會激勵到藍營嗎 說原來不能夠只是贏台南 三重也一定要贏 三重如果贏回來的話 民進黨保證站不起來了 永遠2020年就倒掉了 所以三重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結論 我是同意周景雯的 只要三重贏了 民進黨就爆起來了 所以1124還不夠 316的三重就是重中之重 我很同意 所以今天節目真的是感謝你們 讓全國不分藍綠 都看到這個重要的訊息 三重3月16號多重要 賣菜狼2號大返工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余天 余天最近的行程怎麼這麼輕鬆 這麼輕鬆是代表他覺得很有信心 穩穩的領先 所以才唱歌 做運動 我再補充一句就好 余祥全講的話可以信嗎 所以到時候 他不是重點 到時候他又怎麼樣 我們也沒辦法 跟余大哥比較熟的 大大老 大家都講得對 因為既然是搖擺周 就是章魚哥 所以他的周景雯的這個邏輯 是不通的 但是他寫這篇文章 其實大家都曉得 這個結果影響2020 而且影響藍綠的士氣很重要 不缺他這篇文章 所以他這篇文章的重要意義 其實就是在發救人 在替民進黨發救人 好 現在講到余天去健身房 我告訴大家 選舉最難過的 就是說知道要輸掉了 最後幾天要怎麼過 我跟你講 我看過有人 最後一個禮拜 是把大門關下來 鐵門關下來 他躲起來了 因為假怕假撩下來 假怕假撩錢 假怕對雙面沒辦法交代 腳痠手軟 痠跡多艱苦 就是最後那幾天 知道說大勢已去 我以我個人的經驗告訴大家 我當年在推動士氣紅配票的時候 我最後一個禮拜 每天都在進行總部睡覺 那時候的警察局長叫顏世錡局長 顏世錡局長每天都有去 重要這個候選人的總部看一看 他到我辦公室來 他說你怎麼直接在睡 我說我沒睡不行 我就可以走出去 我如果走出去 我的票分配不出去 因為我走出去的話 我票會上來 這個是違背我對大家呼籲 配票的原始初衷 所以我只能 我只能在辦公室睡覺 余天現在有那麼輕鬆嗎 對不對 他只能上健身房運動嗎 我覺得現在他在健… 他要配票給誰 我覺得所以他現在就是在… 混時間 對 就是在打發日子 打發日子 所以周錦雯是看到了 余天上健身房覺得狀況不妙 我覺得余天不夠更張 基本上我們必須要知道 這次侯友宜雖然在新北 大贏了29萬票 將近30萬票 可是他在三重 是輸蘇貞昌輸了800票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大家認為說三重 即使整個局勢在怎麼變 他都還是鐵票中的鐵票 這就是今天為什麼 我們要討論三重 最主要的一個緣故 我倒覺得 余天這麼賣力的 去跟我們的水牛伯 這樣一起在做這個 表示他還是有在做一些 激勵自己的動作 起碼這些看起來 雖然我認為他在榮數下唱 繼續在榮數下唱歌會是比較好 但是你還是不能夠否認 他從台灣唱到新加坡去 還是有一點他的所謂的曝光率 就是因為我必須要去說 大家都說說從這件事情來看 2020總統的大選 這還是有一個很大的變數 因為余天個人的特質 剛剛你說候選人特質很重要 我同意 余天他過去曾經擔過三重的立法委員 而且他做的 我必須要說 沒有太大的一個見數 他沒有太大的一個見數 再加上自己孩子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的負面新聞 所以大家已經給余天過機會了 給他一個機會之後 今天他再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那個氣勢就是弱 非常的多 不是年齡的問題 而是面孔的問題 所以你說三重 800票輸了蘇貞昌 然後這一區如果再因為這樣子 然後派出一個高知名度的余天出來 我覺得這一場316當中 鄭氏委有很大的一個機率是可以獲勝 但是從鄭氏委的獲勝 來預估2020我們就有機會嗎 我覺得還言之過早 高知朋友並不是因為入閣或其他的因素 他是因為貪污的因素 他是因為是犯罪 然後被抓進去 這是民進黨所提名的人 然後你提名的人 你因為這樣子進去之後 你又再補選一個曾經當過 而且我們都認為立法院要用講 要用謊 不是用輕微 這個狀況下 你這樣的一個候選人的特質 才是會造成鄭氏委 有機會冒出來的一個緣故 但是以這個東西來預估2020年 甚至三重如果再推出一個 堅強的候選人 以他們的選民結構 鄭氏委當選人的 明年再出來再選一次的話 他的可能的一個挑戰度 其實還是持續的 畢竟那是一個結構性的一個問題 baik了 待會兒 את 會員